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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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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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光火 焖几分钟? 3分钟 把那个香气彻底吸进去 对于那个外地来说想吃吃不到 开机啊 放冰箱就会放冰箱 很多打包回去 为什么叫鲁太后啊? 五香煮色 好气 要霸气 专修跟别人不一样 我卖的人有很多很年轻快气人 这个叫做鲁太后 他们家专做卤味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家有20几种卤味 今天我们就试下这些 这个叫做卤大肠 他们家卤味跟外面吃的卤味有点不一样 它是先卤或熏 现在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熏味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这大肠哈 它卤起来很入味 没有异味 然后吃起来 再有一点微微的甜 苦而闽南的味道 还能吃到一股熏味的 哇 这卤大肠是 它的肥油脂处理的恰到好处 它这个卤味哈 可以下饭 也可以当下肚菜的 再一个 吃起来不腻 这是他们家的腱料 蒜蓉腱 我们来试一下沾腱料怎么样 哇 沾腱更好吃 这个是鸭爪 它也是先卤后熏的 他们家就下午4点停业到晚上10点 卖6个小时 现在大肠一天就限量卖40斤 这个是鸭折驼 他们家就是大和不辣两种味道 然后我来试一下这个 卤猪蹄吧 这么大个 乌滑 吃起来满满椒原大白 很Q肠 它这卤的还很入味 当然下午才不错 吃起来很带杠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猪脚章健吃 那个蒜味很重 它是蒜绒健 然后有点微微辣 这几天吃完后 我个人更推荐的是 卤大肠跟卤猪脚 然后这些有点多 我就慢慢吃了 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他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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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